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邱宜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上涨34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早上的9点08分 来到17542 最高点出现在今天上午的10点52分 来到17597 整个正当区间仅仅只有55点 而现货的成交量也减少 来到了2882亿 那么老师今天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物极必反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个标题 首先我们看到 昨天在美光的财报 优于市场的预期之下 带动美国股市出现反弹 而且都收复了前一天 长黑棒的1 2分之1 那么台子也就延续夜盘的走势 今天是以开高的情况来出现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的行情是开低走高 而且不管是台子期还是大盘 都在第一次回撤月线的时候 顺利的守住了这个关键的支撑 可是今天早上开高之后 可以换到整个买盘 陷入了青黄不接的情况 那么在没有买盘的带动之下 整个行情是陷入了霞幅震荡 今天高低区间仅仅只有55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有一些外资提早进入了所谓的休假模式 但是在下个礼拜一开始之后 等到假期结束 就要进入了关键的年底作战 到时候市场自然就会动起来 而且今天高低区间只有55点 刚刚我们讲过 是创下了近几年来的最小政府 所谓物极必反 而且再加上我们都晓得 最近整个台子的卫平仓量 已经来到一个相当高的水位 我认为行情真的非常有机会一触即发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么今天高低区间只有55点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盘的当下 都觉得都没有什么样好的切入点位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 关键的一个操作的技巧 今天还是有机会 能够找到获利的空间 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 在每天早上开盘当下 要快速的掌握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这时候靠的就是10个字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每天早上只要快速的 把它今天整个盘式 做一个非常详尽的分析之后 当行情来的时候 自然你就会选择一个 好的应对方式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9点05分 各位投资朋友 开盘短短的5分钟之内 我透过台子前5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的成交量 其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当然还有老师操作的一个经验 给混朋友第一手的报告 我们就来看 今天台子前5分钟是成交了3187口 是小于过去的五日均量 3814口 那么现货今天开盘成交107亿 是跟过去五日均量是差不多的 在其现货成交量未同步的情况之下 行情延伸度有限 早盘台子的涨幅是落后给现货 电子的涨幅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按照过去我们的看盘经验 表示呢 今天是一个多方控盘 但是攻击力不足的盘式 如果没有补量的情况之下 短线要以震荡偏弱看待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一开盘 你就能够快速的掌握 今天整个盘式架构 那么是不是对你的操作来讲 就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么也许早上的时间 你真的没有好好能够坐下来 分析这些所有的数据 也没关系 你只要跟着我进场 每天早上你不需要看盘 不需要开电脑 你只要收到我的简讯 就能够比其他人更快一步 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么今天整个震荡区间只有55点 那么最好的一个进场点位 当然就是在开盘的当下 那么如何在开盘的当下 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呢 很简单 你就要知道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主力他是做多还是放空 这时候你跟着进场 自然你就能够顺利的赢在起跑点 那么怎么样能够知道 主力开盘的多空动向 可以透过我们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们的预估开盘价 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17589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们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 把实际开盘价跟预估价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判断出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 我们所公布的一个截图 今天是12月22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17589 今天的实际开盘价是多少呢 17563 所以当563小于589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主力跟大户是进场偏空操作 我说过很多次了 一般的散户不会在开盘的时候进场 一定会等到开盘之后看一下价量 看一下技术指标才来决定多空方向 只有主力跟大户会在开盘的时候 积极的来进场操作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今天的开盘价被压低了 为什么压低 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空单 空单大于多单 才会让整个开盘价往下给压低 所以透过这种比较的方式 一秒钟就能够知道 主力它是做多还是放空 我们来看一下公布的时间 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39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既然知道今天一开盘 主力是偏空操作的情况之下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笔单在哪里进场 在8点45分17583的地方进场做空 虽然整个震荡区间只有55点 但是只要你一开盘 马上判断出方向 而且积极的进场 今天一开始就能够掌握 41点这个回档的空间 所以我说过 不管行情大行情小 这些都不重要 不管是涨四跌 这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掌握到当天的盘式结构 搭配好用的一些当冲的策略 每一天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我们就来看一下早上的一个call 早上8点45分 1月起始17583附近 收讯后市价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我们的光速指标 是市场上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对做股票的人来讲 每天都想知道主力大户究竟是怎么做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指数 做当冲 你能够知道主力开盘做多做空 对你的操作 当然就有相当大的帮助 而且也能够让你轻轻松松的赢在起跑点 那么除了今天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几天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我们首先来看到昨天 昨天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预估开盘价 跟实际开盘价主比较 预估开盘价是17425 那么实际的开盘价是17442 我们看到在昨天的部分 预估开盘价是17425 实际的开盘价是17442 所以442大于425 当然我们第一笔单 就是在8点49分进场做多 在17432 你可以看到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昨天就跟着我们一起买在当天 几乎是最低的点位 所以再来往前面看 12月20号也是一样 预估开盘价跟实际开盘价 做比较之后 一开盘我们就是进场做多 虽然震荡区间也不大 但是同样能够掌握到50点的一个价差 我们再往前面看 12月19号也是一样 透过实际开盘价跟预估开盘价做比较 能够了解到主力一开盘价做空 是不是就有机会逮到这超过100点的行情 所以做当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掌握到开盘之后的方向 你今天只要做到这一点 你就已经赢了一半 所以我们的光速指标 对当冲来讲 真的有相当大的一个效果跟帮助 那么除了在早上在9点05分 我们给了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东风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美光财报优于预期带动美股反弹 收复前一天半数的一个跌幅 那么第二个 台子为平常量激增 创下一年半来的新高 筹码动能充沛 第三个指数开高 台子涨幅落后现货 逆价差扩大 表示攻击力不足 那么第四个 这一商已经连续17天卖超台股 累计743亿 外资的空单水位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多空都没有绝对控盘的一个优势 大盘预估量偏低 短线能有回档空间 如果盘中有击杀 要留意技术性的反弹 各位同志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些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比如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只看利空 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今天不管你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你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那么呢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你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呢 前天出现一个大跌400多点 还记不记得 当天我跟大家讲 就是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说从整个形态上来看 它仍然是一个多头排列 那么呢 还涨急跌就是真多头 在没有出现正式的反转讯号之前 不要因为一根K棒 来决定你多空的看法 果然呢 昨天出现了相当大的反弹 而且是来到1 2分的部分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NASA和指数也是一样 前天的大跌 相信让很多人吓了一大跳 但昨天马上就出现了反弹 从整个形态上来看 它仍然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盘间格局 那么另外一方面 除了美国股市之外 我们看一下 在A50啊 代表大陆股市的部分 昨天呢 一根开低走高的长红棒啊 让整个跌势 能够出现一个止跌的迹象 那么过去几乎有半年的时间 它都是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那么最近跌势开始趋缓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在找寻一个 进场布局的机会 那么老师常常告诉大家 不要用一根K棒来决定你多空的看法 现在虽然跌势趋缓 但是真的要由空翻多 至少你要等到它 能够站上月线超过三个交易日 这时候你在进场 基本上大幅回挡的机会 就会减低 也能够减少你持仓啊 或是追缴保证金的这种空间 用成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稳固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不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我们再来看到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大家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最主要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出现一个盘涨的形态 收红棒在过程里面 它的成交量都比收黑的情况来得更大一点 所以从整个价量分析来看 它仍然是属于一个相对健康的结构 那么现在更重要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台指的一个部分 台指呢 未平昌量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月线 月线现在在17452 你可以看到 昨天不管是台指旗还是大盘 都在月线这里踩了刹车 而且马上出现一个反弹的迹象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呢 在过去一个多月来 从来没有一次回撤月线 在第一次回撤的过程里面 出现反弹 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几率的事情 所以昨天再度印证 那么呢 未平昌量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是在84359 在三天前 那么昨天呢 来到91643 算是这几年 这一年半来的最高未平昌量 那么今天霞幅震荡的关系啊 稍微减少来到了88621 但是呢 从过去的历史的水位 我们来做比较 这也是相当高的未平昌量 那么呢 在下个礼拜我们说过 当外资回来 有非常多的法人 在年底要作涨 甚至在这个美国股市 他们也要做一些权重的调配 所以呢 在通常越接近年底的这个礼拜 震荡幅度都会比过去来的大 那么现在搭配整个高的未平昌量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啊 一定有相当大的行情 大家做指数 我认为是最好的机会 因为呢 行情往上 你不知道挑哪支股票 但是你做指数 涨多少 赚多少 但行情开始拉回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呢 华力转升 透过指数 你也能够快速的赚到 行情下跌的这个价差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呢 操作就像打棒球一样 在这么多年来 老是看到非常多的投资人 其实在期货市场 在现货市场都是一样的 进进出出啊 前扑后继 真的能够赚到钱的人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原因在哪里 其实最大的原因 我认为就是很多人 当你想做长线做波段 但是一旦赚钱的时候 马上就当冲 那么当你想要做当冲 一旦亏损 马上就变波段 这就像是呢 当安打王林伟朗 站在这个打击区上面 如果他一下想打安打 一下想打全联打 他一定会挥棒落空 同样的道理 当全联打王 站在打击区上面 他也不会随便的出棒 他想要就是逮到一个机会 能够挥出全雷打 所以当你站在打击区 跟你进入市场 同样的道理 你一定要了解到 自己这一笔单的定位 到底是短线还是长线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损益 来混淆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么最好的方式 其实就透过我们的 千里眼波段策略下单系统 这是老师将近20年来的 实战经验 所转化成将近100支的指标 那么在这100支的指标 我会挑选出五支 最符合现在行情的策略 把它包装成一个投资模组 也许有些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五支策略 因为行情是千变万化 你只有多策略 你才能够掌握短线 中线 长线 甚至还有逆势加码的机会 你如果只有一支策略 两支策略 很容易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你一旦下车之后 你很难再上车 甚至呢 因为这都是老师自己所开发的 所以我可以随时按照不同的行情 来调整不同的策略跟参数 这样长期下来 才能够保持更加稳定的绩效 我常常举一个道理啊 很多人买软体回去自己看 那么呢 你会发现准确度都不高 为什么 你想想看 这么多的期货商 这么多的券商 他们自营部有非常多的高手跟人才 如果只要买一套软体自己跑 就会赚钱的话 他何必要养这么多人呢 问题就在于说 这些软体这些策略 随时都要做调整 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益 所以如果你只是买软体 自己摆在那边跑的话 我可以给你保证 绝对赚不到钱 所以老师的千里眼拨断策略下降系统 跟别人最大的差别是 随时进行做调整 随时保持最佳状态 所以长期下来 才能够带领会员朋友得到更好的一个报酬 我们就来看到 在1月台指期前两天 在礼拜四 也就是昨天 成为连续交易月份 那么我们在哪里进场 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一笔单也是唯一笔 就是在12月21号 昨天开低走高的过程里面 触发了短线的多单讯号 在10点钟17495的地方 进场做多 那么经过两个交易日 现在来到正126点 这就表示我们总共有五支策略 除了这一笔策略进场之外 还有四支策略叙事待发 在小行情的时候 我们就是小小的做 但是当大行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火力全开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过去一年里面 各位 还记不记得在今年下半年 其实行情震荡是非常的难做 在这种上下震荡的行情里面 对一般的波段策略来讲 可以说像是天堂路一样 崎岖难行 有很多的会员朋友跟我回馈 他们也跟过其他的软体 跟过其他的群组 在做波段单 在今年下半年 其实表现都并不好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今年下半年 虽然是三个月赚三个月赔 但是总计下来 还有1064点的价差 我们可以看到 在7月份-788点 8月份正306点 9月份正1600多点 所以我们所有的损益 都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上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上半年 上半年其实趋势比较明显 就是一个震荡走多的形态 我们去来看一下 在1月份是正658点 2月份是过年 交易的日期比较短 而且高低区间很窄 是-186点 那么在3月份正638点 4月份正262点 尤其是在6月份出现这一波的涨势 完全被我们逮到 一个月就赚进了5176点 所以总计下来 在2023年的所有契约加总起来 总共是正8756点 各位同志朋友 如果你想要能够在过去这段时间 享受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知道呢 在过去一整年 其实不管做股票 做指数 很多人在下半年 其实操作的并不好 甚至吃掉了整年的获利 那么今天只要你用对方法 加上老师的专业 其实你都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这样的一个行情 而且我认为啊 在接下来2024年的波动 绝对会比2023年来的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握 做指数才是你最佳的一种操作的方式 一定要记得老师这句话的叮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行情来的时候 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刚刚我们才说过啊 在行情涨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做股票 他的股票是动也没动 那么最近有很多一些中小型 或是一些指标股 前面虽然指数反弹了1000多点 但是这些股票在涨的时候 涨得都比人家少 在跌的时候 却完全都没办法逃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真的你要好好思考 你还要像过去一样 在千挑万选 辛辛苦苦去找这些标股 还是能够做指数 不用去烦恼这些问题 行情来的时候 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在最近其实也有一波 超过1000点以上的行情 但是你会发现到 有很多的指标股 或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在涨的时候 基本上他都跟不上人家的脚步 但是在行情拉回的时候 却一个都躲不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 涨都没有办法分享到 上涨的这个空间 可是跌的时候 确实大家都一样 只有跌多跌少的问题 如何改善这种情况 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做指数 因为行情上涨 你不用特别去选股票 行情就算是下跌 你也能够透过做指数 华力转升 所以行情来 不管是往上往下 我认为对一般的 投资朋友来讲 选股票真的 还不如做指数 现在也不像过去 是那种资金泛滥的行情 当行情好的时候 你做股票 只有涨的多涨的少 涨的快涨的慢 这四种情况 可是当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再怎么会挑股票 还是一样动也不动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现在资金不像过去 那么样的一个充沛的情况之下 做股票的空间 的确比以前来的小很多 那么最需要拨断策略的三种人 哪三种 第一个 没有办法天天盯盘 很多人做指数 就担心风险 没有看盘 就很怕行情错失掉 但是跟着我们做波段单 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两三天 才一个讯号 所以你不用 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 那么想要赚取大波段 很多人呢 往往都是抱不住 看对 但是呢 抱不住 结果行情一路往前走 或是像刚刚我们所讲的 看长做短 看短做长 没办法克服人性 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家里有一台 可以上网的电脑 打电话进来 马上就能跟上我们的脚步 而且老师认为 2024的行情 绝对会超过2023 所以呢 现在做指数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各位投资朋友 明天啊 接下来就是圣诞佳节 老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在这个地方 特别提供 四个好康的优惠 给所有的投资朋友 首先呢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专属优惠活动 第二个 就体验我们的光速指标的开盘价 第三个 就是老师独家的盘前分析 在第四个 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 那么这时候 你只要加入老师的Lite 而且留下你的心愿 马上就能够来帮你做实现 行情变化完全 决胜就在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 用对方法 明天你也是市场上的赢家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股公司 云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współ十分之一 观资料仅供参考